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阿根廷的恐怖片 鬼怪疑云 影片一开场 龙套姐正在家刷碗的时候 突然听到水槽下边有动静 似乎是有人在策划什么阴谋 这龙套姐天生胆小 心脏当时就受不了了 她老公蒙圈哥下边回家一看没做饭 这心里就有点不痛 龙套姐说咱家水槽下边有人说话 我非常的害怕 蒙圈哥来到厨房听了半天 虽然下边有叮铃光荡的声音 但并没有听到有人说话 蒙圈哥说咱隔壁邻居悲催哥那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整天就会羞羞鼓鼓悄哟大大 估计是她弄出来的动静 龙套姐说下边的确有人在说话 他们说要杀了我 到了后半夜 龙套姐起床上婚中间 这姐们进去之后就再也没出来 蒙圈哥正睡得香的时候 突然被一种咚咚咚的声音给吵醒了 她刚开始以为是隔壁悲催哥弄出来 于是便进行了疯狂的反击 可对方没有一点的收敛 蒙圈哥来到悲催哥的家门口 不停的安本领 打算教训悲催哥一顿 可她喊了半天 这屋里边也没人搭理 蒙圈哥说 你呀再跟着下折腾 信不信我要了你的命 蒙圈哥回到家 发现那种咚咚咚的声音还在 她仔细一听 原来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 她推门进去一看 发现她老婆龙套姐 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 揍在里面盒饭了 很快三位专家找到了蒙圈哥 这三位专家分别是法医王的白 专门研究灵异现象的 李大妈和张大爷 原来在1998年的时候 美国也有类似的一些案子 博士张大爷说 你好好想想 最近身边有没有什么 奇怪的事情发生 蒙圈哥说 我邻居悲催哥的心机十分可疑 这孙子整天改建他的房子 折腾的是鸡犬物件 这悲催哥最近确实是挺悲催的 原因是他怀疑家里闹鬼 而这个鬼 他认为就藏在他床下 可诡异的是 虽然他在家里熟悶了个遍 但始终找不到那个鬼 这件事把他折磨得是人不人鬼不鬼 到了晚上 悲催哥刚躺到床上 鬼又开始跟他吓唬闹 把这哥们当时就吓架了 他低头往床下面一看 还是啥也看不见 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里突然又停了电了 这刚一来电吧 一双修长的眉腿又疑惑不见了 第二天悲催哥打电话 向专家李大妈求你 李大妈的助理说 你得有证据才行啊 没有真凭实据 李大妈是不会接近的案 为了拿到证据 悲催哥专门在屋里 放了一个摄像机 到了后半夜 鬼怪准时又出现 而且还把摄像机给踢盘了 悲催哥拿起摄像机回放 看到一个赤身裸铁的鬼怪 站在他床面摸摆 似乎在说 只要你乖我就给你买套该 鬼怪在悲催哥床前站了一会儿 估计是怕自己感冒 很快就钻进柜子里 看完回放 悲催哥拿着枪去柜子里下悬 可啥玩也没有 他再次回放录像 发现鬼怪确实是从床下面钻出来 哎呀 要说这鬼怪也挺酸的的 要杀要划你给个痛快 总这么吓唬人也忒不厚早 转场之后 时间回到了不久之前 小正太玩球的时候 无意中喝了 悲催哥家里的自来水 这水早就被鬼怪的病毒味感染了 喝完之后 小正太马上就被汽车给撞死了 单亲妈妈忧郁姐 一个人带着小正太生活 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如今儿子一死 这忧郁姐更忧郁 小正太下葬后不久 诡异的音幕出现 到了晚上 警察胡子叔 给法医王大白打了一电话 说出事了 你赶快过来看看 王大白进屋一看 也吓了一跳 原来小正太在下葬后的第四天 自己又神奇般的回到了家里 王大白说 这件事很有可能是忧郁姐干 以前我也碰到过 很多亲属挖掘尸体的案例 有些人不能忍受亲人的事举 所以就把尸体给挖了出来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小正太突然把杯子给推倒了 把两人吓一跳 王大白说事故已迟 被抓紧时间 把这倒霉孩子买了 第二天的一走 王大白在门口瞎溜达的时候 看到了正在杯催哥门口 拍照的专家李大妈 王大白把李大妈 请到了优义的家 两人就灵异事件 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 当初和小正太 一起玩球的同学 熊孩子摸到了小正太家 熊孩子一敲门 小正太马上就扭头看了眼 熊孩子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尿 听到动静的 王大白和李大妈 跑过去一看 发现小正太脚上全是水 似乎是出去溜达了一圈 为了防止出事 王大白和李大妈 暂时把小正太的尸体 放在了冰櫃里 胡子书趴在冰櫃上一听 发现小正太正在里边哭呢 李大妈说他赶快下赞了 以防夜长梦多 为了搞清楚 蒙圈哥 悲催哥和忧郁这家 到底什么情况 三位专家分别进驻到了 这三位的家里 张大爷来到了悲催哥的家 王大白负责调查忧郁这家 而李大妈则来到了 蒙圈哥的家 三位专家在屋里 又是拍照 又是装设备 看上去鬼怪这次是难逃一劫了 鬼怪一看来者无善 也不敢怠慢 首先给张大爷来了一下毛尾 张大爷一把年纪 哪瘦得了这个 疼的是滋滑乱叫 当时就吓尿了 原来这鬼怪不仅喜欢下午人 还喜欢吸食人血 这张大爷本来就有点贫血 被鬼怪这么一吸 当时就懵逼了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 张大爷终于发现了鬼怪的秘密 张大爷说 之前悲催哥之所以在床前面 看不到鬼怪 是因为视角不对 张大爷和胡子书来到床的另一边 果然看到了鬼怪的这面目 从这点上来看 这种鬼怪应该是存在于 异次元 或者是所谓的平行宇宙之中 至于这玩意儿是如何在两个空间 自由穿梭的 就不得而知了 这胡子书本来心脏就不好 一看这种情况那还得了 急忙虚晃一招仨子就好 调戏完张大爷 鬼怪又开始收拾王的白 收拾完王的白 鬼怪又摸到了李大妈的房间 胡子书跑到王的白的房间 发现王的白已经被鬼怪 把两只眼睛给戳下了 胡子书急忙去找李大妈 李大妈说老弟稍安勿躁 听我慢慢道来 胡子书说你说什么都没用了 我得先保住我的命 李大妈说 我们一直在研究多维度的共存 目前看来两个维度都存在着生命 而水则是微观生物的通道 这些生物可以聚集 蛀巢和繁殖 甚至可以禁用我们的身体 李大妈正在给胡子书上课的时候 鬼怪突然从裂缝里伸出一手 七里咔嚓把李大妈给杀了 胡子书一看心脏病当时就犯了 缓过来的胡子书一看大事不妙 于是一把火把房子烧了 影片的最后 新来的三位专家在询问蒙圈哥的时候 鬼怪再次出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紧 家里闹鬼别冲动 不然容易丢了命 专家全是大会 关键时刻没去用